天上什么 赤和玩乐 西方世界天天上阔 希望做学生呢 阿弥陀佛天天讲经 天天上阔 好像没有那个赤和玩乐 敌不上个 从真的来观察 真的 我过去在台湾 还遇到一个年轻的教授 大学教授 也闻到佛法了 他求不求生进去 不去 为什么不去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 我不去 他不去 那上天上他也很愿意去 肯定愿意去 那个度数之乐 他没有享受到 古人有所谓度数之乐 乐无穷啊 他没体会到 他享受不到 求许 度数的乐 那个乐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 我能以选择 孔子说的 子月 学二十七之不亦乐乎 那个月是细月 是从内心里头往外流的 细月 不是从外头来的 这世间人家乐的 都是外面的刺激 唱歌跳舞之一 这位是很洛丝 那种乐我有个形容 我常常说 像吸毒打马飞那种乐 那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与身心都不利 破坏你的健康 那都市之乐 是从内心里就发出来的 那是养分 对你身心有大利 这个路是有智慧的人享受的 没有智慧的人 享受不到这个路 所以这些人 认为西方不如天道 感谢观看